林刚作为男子语堂的历史第一人 在退役后活跃于社交媒体 他常常将自己假放成路人 挑战民间的各路高手 上演棒猪吃老虎的戏码 以极具仿差的表现 逗得网友们开怀大笑 林刚先是来到一个球馆 看到两位大叔在练球 因此打算上前切磋切磋 没想到这位狼一大叔 一上来就表明自己是趋级冠军 饼当本想给这位大叔一些指导 没想到却被对方质疑不会打球 听到这句话后 林刚的胜负欲也被激发了 二话不说拿起球拍 就要跟大叔较量一番 随后发生的一切 让大叔直接傻眼了 面对刚才豪言壮语的大叔 铃铛丝毫不客气 不仅连续杀球 而且还指导他的脚步 好大叔那我就认真一点了 大叔啊你这个脚位要再积极一点 不然你接不到球 林刚这一波操作下来 彻底把大叔搞认住了 你看是不是你的脚位要稍微再积极移动一点 第三个球了大叔 他黑着脸把手一甩大喊 最后林当也是终于躺入了自己的身份 不得不说超级当真是陷于其中 亡得不亦乐乎 不过他帮助吃老虎的桥段 也有方车的时候 这天林当在球馆看到一位技术很不错的小伙子 因此迫不及待想上前与他切磋 双方约定打五个球 第一球 铃铛的放网失误了 第二球 铃铛的假动作 迫使对方起高球 随后超级当直接跳杀得手 第三球 小伙子一记点杀晃以颜色 第四球 双方展开了多拍的较量 但最后还是铃铛更胜一筹 但最后还是铃铛更胜一筹 原来他是苏底漫杯 南双五连逛得主 刘晓龙 看到对方也是世界冠军后 铃铛同样不装了 最后两人也是双双傻眼 没想到棒猪吃老虎 居然遇到了昔日的国家队队友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